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提依果班的努力家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12生肖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还没有约历史 人们不知道要怎么记三年了 于是就去庙里拜拜 请玉皇大帝帮忙 玉皇大帝想了很久 终于想到的午后 人们非常的要好 如果有12种登录来计算年份的名字 这样一定很容易地住 于是玉皇大帝决定举办一场登录做河比赛 他对所有的登录 就会到达终点的12名登录 就会唱了年份的名字 或12生肖 妈和老鼠当时是最要好的朋友 比赛那天 他也要跟爬上山 他两人就来到河边 一看两人不怕游泳 现在为了要怎么渡河而上哪时 这时老鼠头听到在河边 牛说这怎么漫我的眼睛不好 那怎么渡河呢 老鼠马上跑过去 对牛说 只要你把我马上在你背上 一等渡河 这样我就可以告诉你方向哦 我听了答应了他们 然后带着他们游到的河中 这时老鼠心想 如果我们三个一起渡河 我跑得又没有比他们快 那我要怎么得利益呢 不是就趁猫住时 就把猫吞进口里 有病不知在海边上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游泳暗游了 当时快游到中年时 讲话着老鼠的四郎停一跳 不得牛就自己爬到 一脑袋前说我是第一名 闻桌九 过了一会 牛就直到得到第二名 闻桌九 老鼠直车是零零的过来 他以为自己一定会得到攻击 结果一会 老鼠大帝说你慢了一步 只得到第三名 突然间偏偏转起 就螳螂从天降下来 在轮快游到中年时 一只兔子飞快地跑到 老鼠大帝前得到第四名 闻桌到了 老鼠大帝问龙说你会非 应该得到第一名才能 怎么会是在才来呢 老鼠大帝说我也不要来 可以很找到的 可是我收到土地公开 请求 让我到东边去长一长远 所以就来晚了 帮帮帮帮回座 然后抬皮路 美国手当家听到一连串的脚步声 看到前方路上就骑着车 看到马羊猴鸡拼命的跑来 跑到最前面的车就要到了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我来了 先当人家草丛帮出一条声 于是学得到第六名 买一道姐姐问 那我得到第0 王大帝说你得到第7名 今天是来参加比赛 放心我不会失眠了 然后就在马座路去抵达 他试过说你们上车怎么一起来呢 说我们在河边点到一个客户层 就几座在身边 非常照顾着就要一起来了 啊 那王王 然后调避那个 梦梦梦梦梦的过来 他其实很感觉到了 于是在水里玩具 都过了一点时间 所以得到第12名 第11名 你看最后一个名额了 大家想着问谁呢 我一个酒店 那我做船记得跑来说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于是猪得到第12名 于是一位大帝公布比赛结果 说上下的海边是 鼠鸟虎兔 狼蛇马牙 老鸡狗猪 后台说 猫群是三大大 跑到一位三前 问到我的大帝姐妹 那我大帝说 来晚了什么 我们一字都没 我已经记得不得了 大家都是口味老汉的 我要吃这个菜 现在将我的故事讲完了 我这话 是